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943年9月6日 刚刚出任为江苏省省长的李士群 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他面子惨白 嘴唇发紫 不断地上吐下戏 李家人健壮 赶忙请来了多位名医进行诊治 医生们检查了半天 却都束手无字地摇着头 他们实在判断不住这是什么病 更不敢开放下药 没过多久 李士群便一命无辜了 他杀人无数 恶行累累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如今恶魔暴毙 真是大快人心 不过 人们拍手称快之余 也不免开始猜测 十年三十八岁的李士群 怎么说死就死呢 身体健壮的李士群突然暴毙 的确可疑 不仅如此 李士群的家人发现 李士群的死状十分异常 他的嘴唇几近黑色 表情十分猙獰 医生立刻将李士群的呕吐物进行了化验 最后给出的诊断结果是 李士群是中毒身亡 李士群生性多疑 他没有专车 不是为了节约 而是害怕被人盯梢 所以每次出门都要临时顾车 如此高的警惕性 再加上有众多保镖的保护 想要投毒 谈何容易 一直以来从未有人成功过 那么这一次 究竟是谁成功的除掉了李士群呢 就在所有人都在猜测时 日本宪兵队忽然夜闯李家 公开宣布说 他们知道杀手是谁 在这份 由曾任汪伟政权要职的汪曼云所写的资料中 记录了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 在某一个晚上 苏州的日本宪明队当众宣布 这几天我们进行了调查 已得到了线索 李士群的死应该是吴世宝的老婆 舍爱珍把他毒死的 吴世宝是谁 他的老婆又为什么要毒杀李士群呢 吴世宝是76号元老级的人物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 而吴世宝的老婆舍爱珍 也非等天之辈 她是76号警卫大队不挂名的队长 76号所有的女犯人都由她来提审 在吴世宝和舍爱珍夫妇心里 他们之所以可以从上海滩的小流氓 变成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大人 都要靠李士群这个上司的提醒 所以一直以来 他们夫妻对李士群十分感激 那么日本宪兵队 又为什么会说舍爱珍就是凶手呢 1941年秋天 吴世宝从朋友嘴中得知 日本人将有一大笔黄金 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 贪得无厌的吴世宝 想要将黄金占位己有 于是派人设下埋伏 把黄金结构吧 日本宪兵队立刻找到李士群 要求他交出吴世宝 吴世宝的胆大妄为 让李士群也吃了一惊 李士群担心再这样下去 吴世宝早晚会连累到自己 于是他不仅供出了吴世宝 还联合日本人最终杀了吴世宝 如此说来 舍爱珍会不会因为得知李士群 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所以为夫报仇 毒害李士群呢 照片中的这个女人 就是舍爱珍 而他身边的这个男人 叫胡兰成 是万卫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 是个极有魅力的男人 甚至连傲视清高的才女张爱玲 都为他痴爱到死 而舍爱珍同样 也被胡兰成吸引住了 实际上 早在吴世宝没死时 舍爱珍就已经和胡兰成有了私情 等到吴世宝一死 舍爱珍随即就投入到了胡兰成的怀抱 当时的舍爱珍 正忙着和胡兰成亲亲我我呢 哪还有时间管为夫报仇的事情呢 其实 就算舍爱珍 真想为夫报仇 就凭他一个弱女子 也根本没有能力杀害老奸巨华的李世群 于是 有人就提出 杀死李世群的 其实 另有其人 戴笠 时任军统局副局长 是李世群的头号大敌 李世群 残害忠良 投敌叛国 戴笠对他简直恨之入骨 一心要取他的狗命 戴笠还曾下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取李世群的相伤人头 那么李世群离奇暴毙 会不会和戴笠有关呢 李世群 李世群 暴毙当天 各大报纸 立刻把李世群之死 作为头条新闻 大肆报道 在重庆 军统大北营的戴笠 也看到了这条新闻 李世群 暴毙家中 戴笠 高兴急了 拿着报纸的手 都颤抖了起来 嘴里不断地喊着 太好了 太好了 放下报纸 戴笠迫不及待地 发出了一封 只有四个字的贺电 干得漂亮 那么 戴笠的这封贺电 到底发给了谁呢 戴笠发出可疑电报 神秘收件人 究竟是不是毒杀李世群的杀手 一种特殊涂药 能否借开杀手面目 日本医生 欲盖弥彰的异常举动 究竟背后 暗藏怎样的阴谋 金利智能手机大机密 谁杀死了大汉奸李世群 这个节目 由金利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戴笠的这封贺电 正是发给了他 周佛海 周佛海 曾出任汪伟政府警政部部长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韦上海市市长等等要职 号称汪伟政权的骨功之臣 戴笠的贺电 显然说明周佛海和李世群的死脱不了干系 但是同为汪伟办事 周佛海和李世群也算是同事关系 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周佛海对李世群下手呢 说到他们俩的关系 还得从几年前的那件风流运势说起 李世群刚刚进入汪伟政权时 周佛海已经位高权重 为了巴结周佛海李世群最近心机设下美人计 李世群找了个细子小灵红去勾搭周佛海 周佛海是个色中恶鬼自然中招 于是李世群便大方的将自己的住宅借给周佛海优惠 周佛海刚刚沉醉温柔香 李世群就立刻通知了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 杨淑慧生性泼辣凶害 听说此事气得直跺脚 立刻跑去捉奸 并将小灵红暴打了一顿 周佛海后院失火 焦头烂额之际 李世群又跳了出来出好人 帮忙摆平了这笔风流战 被蒙在鼓里的周佛海对李世群还感激不尽 拍着他的肩膀说 谢了兄弟 以后你有什么麻烦就找我 周佛海当上警政部长后果然兑现承诺 他帮助李世群排挤丁沫村 顺利将丁沫村踢出了76号 周佛海甚至主动退位 把警政部长的位子让给了李世群 李世群得偿所愿就突然变了脸色 开始不把周佛海放在眼里 甚至四处造谣 周佛海在汪伟集团的名誉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据说有一次 周佛海夫妻回上海 郑巧和李世群同车厢 当火车缓缓停下来时 月台上忽然鼓跃齐鸣 警察们都站成两台举手敬礼 周佛海眼神不好 以为这些人是来欢迎自己的慌忙挥手打理 然而没想到的是 警察们的目光越过周佛海 全都落在了周佛海身后的李世群身上 周佛海的妻子健壮 用手拉了周佛海的衣袖 醋意十足地说 农局所作散 人家是欢迎礼部长的 是对门谢戈壁 还谢什么礼 周佛海的脸皮 一下子 仗得像挂了三天卖不出去的紫竹杆 他咬牙切齿地骂道 早晚让你尝尝厉 周佛海的这句狠话 很快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 在戴笠抗外 这是个极好的机会 便主动向周佛海抛出了橄榄枝 此时正是1943年 日群在战场上频频失利 一般的老百姓也能看出 汪伟政权的组织 是铺子的尾巴 尝尝 见识不妙的汪伟政权的成员们 都纷纷寻找退路 这其中就有周佛海 很快 周佛海被戴笠策反 成为了潜伏在76号的军统卧底 为了考验周佛海的诚意 戴笠给周佛海安排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除掉李世群 这边任务刚刚下达 那边李世群就被人毒杀 有人说 送李世群走上黄泉路的 肯定就是周佛海 甚至连戴笠也发来贺电 对周佛海表示了褒奖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周佛海要给李世群下毒 根本不可能做到 李世群中毒身亡 要下毒 杀手必须可以近距离击处于李世群 但是周佛海和李世群 是谁或不容的冤家 周佛海又怎么给李世群下毒呢 不仅如此 周佛海深知李世群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如果自己亲自上阵 万一稍有福神 自己肯定小命不保 甚至连家人也难逃一劫 就在李世群死亡当天 一个不平常的现象 让人产生了怀疑 我们找到了当时李世群死时 在场的一位护士的珍贵采访 让他为我们揭开疑惑 这显然有些欲盖迷彰 难道李世群的死和日本人有关 这一份是李世群死后的检查记录 记录表明 李世群种的是一种名叫 阿米巴菌的毒 这种毒是用患祸乱的老鼠的粪便 推出来的一种病菌 人只要吃进了这种细菌 细菌就能以每分钟 十一倍的速度 在人体内繁殖 繁殖到一定数量 再吃什么药都没用了 种这种毒的人 必死无疑 下毒的人 是要置李世群于死地啊 可关键问题是 这种叫阿米巴菌的毒菌 在当时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可以培养出来 那就是日本 这个结果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李世群 可是日本人豢养的恶权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呢 1941年7月1日 日本方面再次逼迫王精卫 必须马上给他们提供粮食物资 以支援日军在前线的战事 无奈之下 王精卫开始实施青江运动 所谓青江其实就是在各地搜挂民之民高 江苏地区的负责人正是李世群 到了江苏的李世群 很快就投身到青江运动中 他带领着76号那一班人马 天天爬院墙 冲进人家家里 强取豪养 一时间 李世群的臭名在江苏叫响了 不过 能让主子高兴管别人怎么骂呢 一段时间后 李世群为日本人搜来了大量的物资 日本方面十分满意 可是 这李世群 哪是省油的灯呢 他很快 就手痒痒了 实施青江运动之后 上海江苏等地的物价 飞快地增长 战前 每站只要11元的大米 如今 已经涨到了每站5万元 物资短缺 物价不稳 导致上海很快就发生了 大面积凌荒 日本当局 为了维护上海的局面 立刻要求大权在握的李世群 把江苏的粮食 流从一些到上海来 解决上海的粮荒 李世群 接到这个指示后 顿时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的手里 早就没有大米 可以运往上海了 江苏的大米 早让他卖了 李世群 本是为日本人做事 却为何会 营火烧身 军同客户代理 究竟用了何种方法 借刀杀人 一块小小的牛肉饼 又怎样要了李世群狗命 李世群死不足惜 716号 分崩离析 丁木村又将接受怎样的审判 得到一密有的惩罚 金力智能手机大机密 谁杀死了大汉奸李世群 本节目由金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在那个年头里 即使身在鱼米之乡的江南 家庭主妇们也只能眼看着白花花的大米被一车车运走 自己却要到指定的米店抢购当月的定额大米 但是抢过来的米也不够装这一坛子的 根本不够吃两个月 剩下的日子怎么办呢 李世群立刻发现其中巨大的商机 他把搜过来的大米偷出来 再高价卖出 大米就这样被李世群卖光了 李世群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日本兵却要饿着肚子打仗 八个鸭鹿 日本方面大为恼虎 甚至把战争的势力也算在了李世群头上 此时日本方面对李世群的愤怒就像一颗炸弹 只差有个人上前引爆他了 这个时候戴笠敏玥的察觉到 该是出手的时候 他立刻通知周福海 借刀杀人的时候 到了 1943年9月的一天 周福海亲自来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 周福海向司令部报告了一个情报 李世群正暗中与共产党来往 这个消息立刻在司令部内轰传开来 1943年9月的一天清晨 李世群忽然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邀请函 既信人是李世群的日本上司 港村少祖 邀请函说 多日未聚 甚是想念 我已经联络几位好友 并在家中准备好丰富酒菜 希望李主任能于9月6日 务必亲自到访 原来是聚会邀请 但是收到这封信的李世群 却嗅到一丝不同的气味 毕竟做了一辈子职业特务 日本人对他的态度 他怎么会感觉不到呢 李世群不想去 但是又不敢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 从苏州赶到了上海 1943年9月6日 李世群准时抵达上海 并来到港村少祖家的门口 港村少祖的家 就在上海外滩 这庄百老汇大厦内 此时李世群站在楼下 迟迟不敢进去 他把随行保镖叫到身边 反复叮嘱 要是过了两个钟头 我还没下 你们就一定要冲上去 叮嘱罢了 李世群稍稍安了心 上楼去了 港村少祖的妻子 是个很会做饭的女人 不一会儿 大圆桌上就摆满了 日本风味的菜肴 丰富极了 可李世群心里却有些不安 他始终不敢动坏 就算吃 也选择别人已经吃过的菜 才收家品尝 就在这时 港村的妻子忽然从厨房里 端出一叠牛肉饼 港村立刻介绍道 李部长 这个是牛肉饼 是我妻子的拿手杰作 今天听说李部长会长光临 真是彭壁生辉啊 所以妻子特意晾晾绝活 您可一定要尝一尝啊 说着 这一叠牛肉饼就摆在了李世群的面前 桌上吃饭一共是四个人 却唯独只给李世群上了一叠牛肉饼 他顿时觉得十分可疑 便顺势递还给港村少祖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还是主人先吃 港村少祖见状 立刻又递回去 我太太 为了对您表示敬意 特意做的 我如果吃了 岂不是要被我太太骂死 这时李世群还想退去 港村少祖的妻子 忽然又从屋里端出了三叠牛肉饼 这下子四个人人人都有了 港村少祖马上解释 在我们日本以单数为尊敬 我们四个人所以分成一三 两次拿出来 以表示尊敬的意思 李世群依然半信半疑 看到李世群还在犹豫 港村少祖和其余几个人 都拿起自己那块牛肉饼 大咬了一口 并连称好吃 见大家吃完后并无异样 李世群这才尝了一小口 当晚李世群回到家中 依旧心存怀疑 他用手去挖喉咙 挖挖地吐了半天 吃下去的东西几乎都吐了出来 心里这才觉得好瘦了些 但是让李世群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时一切已经太枉了 1943年9月4日下午 李世群忽然觉得一阵恶性的吐血 截止是出汗不止 几个小时后 李世群在浑身超出中张口称目而死 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杀人魔头李世群 就此一命呜呼了 李世群死后 日本方面威胁汪精卫和李世群的妻子 不准调查李世群的死因 最终汪卫政权正式公布李世群死亡公报时 只是含含糊糊地说 李世群是患吐血症不治身亡 李世群曾在死前说了这样一戏话 我死倒不怕 可是我做了一生特务 不了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 这是我自己对不住自己呀 然而这个道理李世群懂得太晚了 李世群的死使得76号没了掌权人 最终树倒胡孙赛 1945年9月2日 日本投降 八年抗战 终于以中国的胜利宣告终结 第二年的9月 76号的另一个大罕奸 丁木村也被逮捕 最终被人像拖赖皮狗一样 拖进了刑场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罪恶的魔窟76号也彻底覆灭 好了感谢收看 由金利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的大揭秘 再见 东北边缘小镇的当铺里 一块普通的手表 牵扯出日本间谍失踪案 这是怎样的一个案件 经营的反元征四郎 十元王尔 吐飞云行二 穿到方府 轮番登场 这块手表属于谁 为何会引发震惊世界的918事变 敬请期待 由金利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的大揭秘 中日敌战 一块手表 引发918事变 李世群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日本兵却要饿着肚子打仗 八个压路 日本方面大为恼虎 甚至把战争的势力也算在了李世群头上 此时日本方面 对李世群的愤怒 就像一颗炸弹 只差有个人上前引爆他了 这个时候 戴笠敏锐的察觉到 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他立刻通知周福海 借刀杀人的时候 到了 1943年9月的一天 周福海亲自来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 周福海向司令部报告了一个情报 李世群正暗中与共产党来往 这个消息 立刻在司令部内轰传开来 1943年9月的一天清晨 李世群忽然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邀请函 寄信人 是李世群的日本上司 港村少祖 邀请函说 多日畏惧 甚是想念 我已经联络几位好友 并在家中准备好丰富酒菜 希望李主任能于9月6日务必亲自到访 原来是聚会邀请 但是收到这封信的李世群 却嗅到一丝不同的气味 毕竟做了一辈子职业特务 日本人对他的态度 他怎么会感觉不到呢 李世群不想去 但是又不敢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 从苏州赶到了上海 1943年9月6日 李世群准时抵达上海 并来到港村少祖家的门口 港村少祖的家就在上海外滩 这庄百老汇大厦内 此时李世群站在楼下 迟迟不敢进去 他把随行保镖叫到身边 反复叮嘱 要是过了两个钟头 我还没下来 你们就一定要冲上去 叮嘱罢了 李世群稍稍安了心 上楼去了 港村少祖的妻子 是个很会做饭的女人 不一会儿 大圆桌上就摆满了 日本风味的菜肴 丰富极了 可李世群心里却有些不安 他始终不敢动快 就算吃 也选择别人已经吃过的菜 才稍加品尝 就在这时 港村的妻子 忽然从厨房里 端出一叠牛肉饼 港村立刻介绍到 李部长 周伯海的这句狠话 很快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 在戴笠抗海 这是个极好的机会 便主动向周伯海 抛出了橄榄枝 此时正是1943年 日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 一般的老百姓也能看出 汪伟政权的组织 是铺子的尾巴 长短 见识不妙的汪伟政权的成员们 都纷纷寻找退路 这其中就有周伯海 很快 周伯海被戴笠策反 成为了潜伏在76号的军统卧底 为了考验周伯海的诚意 戴笠给周伯海安排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除掉李世群 这边任务刚刚下达 那边李世群就被人毒杀 有人说 送李世群走上黄泉路的 肯定就是周伯海 甚至连戴笠也发来贺电 对周伯海表示了褒奖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周伯海要给李世群下毒 根本不可能做到 李世群中毒身亡 要下毒 杀手必须可以近距离击处李世群 但是周伯海和李世群 是水火不容的冤家 周伯海又怎么给李世群下毒呢 不仅如此 周伯海深知李世群 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如果自己亲自上阵 万一稍有不胜 自己肯定小命不保 甚至连家人也难逃一劫 就在李世群死亡当天 一个不平常的现象 让人产生了怀疑 我们找到了 当时李世群死时 在场的一位护士的珍贵采访 让他为我们揭开疑惑 篡改死亡诊断 这显然有些欲概迷彰 难道李世群的死 和日本人有关 这一份 是李世群死后的检查记录 记录表明 李世群种的 是一种名叫阿米巴菌的毒 这种毒 是用患祸乱的老鼠的粪便 推出来的一种病菌 人 只要吃进了这种细菌 细菌就能以每分钟 11倍的速度 在人体内繁殖 繁殖到一定数量 再吃什么药 都没用 种这种毒的人 必死无疑 下毒的人 是要置李世群于死地 中流战 对蒙在鼓里的周佛海 对李世群还感激不尽 拍着他的肩膀说 谢了兄弟 以后你有什么麻烦 就找我 周佛海当上警政部长后 果然兑现承诺 他帮助李世群 排挤丁墨村 顺利将丁墨村 踢出了76号 周佛海甚至主动退位 把警政部长的位子 让给了李世群 李世群得偿所愿 就突然变了脸色 开始不把周佛海 放在眼里 甚至四处造谣 周佛海在汪伟集团的 名誉和地位 都受到了影响 据说有一次 周佛海夫妻回上海 郑巧和李世群同车厢 当火车缓缓停下来时 月台上忽然鼓跃齐鸣 警察们都站成两台 举手敬礼 周佛海眼神不好 以为这些人 是来欢迎自己的 慌忙挥手打理 然而没想到的是 警察们的目光 越过周佛海 全都落在了周佛海身后的 李世群身上 周佛海的妻子健壮 用手拉了周佛海的衣袖 醋意十足地说 农局所措杀 人家是欢迎李部长的 是对门谢戈壁 还谢什么礼 周佛海的脸皮 一下子 胀得像挂了三天 卖不出去的紫竹竿 他咬牙切齿地骂道 早晚让你尝尝厉害 周佛海的这句狠话 很快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 在戴笠看来 这是个极好的机会 便主动向周佛海 抛出了橄榄枝 此时正是1943年 日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 一般的老百姓也能看出 汪伪政权的组织 是兔子的尾巴 尝骨 见识不妙的汪伪政权的成员们 都纷纷寻找退路 这其中就有周佛海 很快 周佛海被戴笠策反 成为了潜伏在76号的军统卧底 为了考验周佛海的诚意 戴笠给周佛海安排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除掉李世群 这边任务刚刚下达 那边李世群就被人毒杀 有人说 送李世群走上黄泉路的 肯定就是周佛海 甚至连戴笠也发来贺电 对周佛海表示了褒奖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周佛海要给李世群下毒 根本不可能做到 李世群中毒身亡 要下毒 杀手必须可以近距离击出李世群 但是周佛海和李世群 是水火不容的原家 周佛海又怎么给李世群下毒呢 不仅如此 搜来了大量的物资 日本方面十分满意 可是这李世群 哪是省油的灯呢 他很快就手痒痒了 实施新疆运动之后 上海江苏等地的物价 飞快地增长 战前每弹只要十一元的大米 如今已经涨到了每弹五万元 物资短缺 物价不稳 导致上海很快就发生了 大面积凌荒 日本当局为了维护上海的局面 立刻要求大权在握的李世群 把江苏的粮食 流通一些到上海来 解决上海的粮荒 李世群接到这个指示后 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的手里 早就没有大米 可以运往上海了 江苏的大米 早让他卖了 李世群本是为日本人做事 却为何会炎火烧身 军同客户代理 究竟用了何种方法 借刀杀人 一块小小的牛肉饼 又怎样要了李世群狗命 李世群死不足惜 1916号分崩离析 丁莫村又将接受怎样的审判 得到一密有的惩罚 经历智能手机大机密 谁杀死了大汉奸李世群 这节目由金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在那个年头里 即使身在鱼米之乡的江南 家庭主妇们也只能眼看着 白花花的大米被一车车运走 自己却要到指定的米店 抢购当月的定额大米 但是抢购来的米 也不够装着一坛子的 根本不够吃两个月 剩下的日子怎么办呢 李世群 立刻发现其中巨大的商机 他把搜怪来的大米偷出来 在高价卖出 大米就这样被李世群卖光了 李世群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日本兵却要饿着肚子打仗 八个压路 日本方面大为恼虎 甚至把战争的势力 也算在了李世群头上 此时日本方面 对李世群的愤怒 就像一颗炸弹 只差有个人上前引爆他了 这个时候 戴笠敏锐的察觉到 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他立刻通知周佛海 借刀杀人的时候 到了 1943年9月的一天 周佛海亲自来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 周佛海向司令部报告了一个情报 李世群正暗中与共产党来往 这个消息立刻在司令部内轰传开来 戴笠高兴极了 拿着报纸的手 都颤抖了起来 嘴里不断地喊着 太好了 太好了 放下报纸 戴笠迫不及待地 发出了一封只有四个字的贺电 干得漂亮 那么 戴笠的这封贺电 到底发给了谁呢 戴笠发出可疑电报 神秘收件人 究竟是不是毒杀李世群的杀手 一种特殊涂药 能否揭开杀手面目 日本医生欲盖弥彰的异常举动 究竟背后暗藏怎样的阴谋 金利智能手机大揭秘 谁杀死了大汉奸李世群 节目由金利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戴笠的这封贺电 正是发给了他 周佛海 周佛海曾出任汪伟政府警政部部长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韦上海市市长等等要职 号称汪伟政权的骨功之臣 戴笠的贺电 显然说明周佛海和李世群的死脱不了干系 但是同为汪伟办事 周佛海和李世群也算是同事关系 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周佛海对李世群下手呢 说到他们俩的关系 还得从几年前的那件风流运势说起 李世群刚刚进入王伟政权时 周佛海已经位高权重 为了巴结周佛海 李世群费尽心机 设下美人计 李世群找了个细子小灵红去勾搭周佛海 周佛海是个色中恶鬼自然中招 于是李世群便大方的将自己的住宅 借给周佛海优惠 周佛海刚刚沉醉温柔香 李世群就立刻通知了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 杨淑慧生性脱辣凶害 听说此事气得直跺脚 立刻跑去捉肩 并将小灵红暴打了一顿 周佛海后院失火 焦头烂额之际 李世群又跳了出来冲好人 帮忙摆平了这笔风流战 被蒙在鼓里的周佛海 对李世群还感激不尽 拍着他的肩膀说 谢了兄弟 以后你有什么麻烦 就找我 周佛海当上警政部长后 果然兑现承诺 他帮助李世群排几丁墨尊 顺利将丁墨尊 批出了76号 周佛海甚至主动退位 把警政部长的位子 让给了李世群 这人盯梢 所以每次出门 都要临时顾车 如此高的警惕性 再加上 有众多保镖的保护 想要投毒 弹何容易 一直以来 从未有人成功过 那么这一次 究竟是谁 成功的除掉了李世群呢 就在所有人 都在猜测时 日本宪兵队 突然夜闯李嘉 公开宣布说 他们知道杀手是谁 在这份 由曾任汪伟政权要职的 汪曼云所写的资料中 记录了这件事情的 全部过程 在某一个晚上 苏州的日本宪兵队 当众宣布 这几天 我们进行了调查 已得到了线索 李世群的死 应该是吴世宝的老婆 蛇爱珍 把他毒死了 吴世宝是谁 他的老婆 又为什么 要毒杀李世群呢 吴世宝 是76号 元老级的人物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 亡命之徒 而吴世宝的老婆 蛇爱珍 也非等天之辈 她是76号 警卫大队 不挂名的队长 76号 所有的女犯人 都由她来提审 在吴世宝和蛇爱珍夫妇心里 他们之所以 可以从上海滩的小流氓 变成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大人 都要靠李世群 这个上司的提醒 所以一直以来 他们夫妻 对李世群十分感激 那么 日本宪兵队 又为什么会说 蛇爱珍 就是凶手呢 1941年秋天 吴世宝从朋友嘴中得知 日本人将有一大笔黄金 从江海关 运往正金银行 贪得无焉的吴世宝 前要将黄金占位己有 于是 派人设想埋伏 把黄金截走 日本宪兵队立刻找到李世群 要求他交出吴世宝 吴世宝的胆大妄为 让李世群也吃了一惊 李世群担心 再这样下去 吴世宝早晚会连累到自己 于是 他不仅供出了吴世宝 还联合日本人 最终杀了吴世宝 如此说来 蛇爱珍 会不会因为得知李世群 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所以为夫报仇 毒害李世群呢 照片中的这个女人 就是蛇爱珍 而她身边的这个男人 叫胡兰成